这是美国之音10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樊东宁 星期天北韩劳动党建党65周年 举行了场面非常盛大的阅兵仪式 北韩的国营电视台首次全程现场直播 并且破天花的开放多家国际媒体来采访 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日最小的儿子 上个月底刚刚在党代会上货班四星大将军阶 确认接班身份的金正恩 也借由了这个机会亮相 一向低调神秘的金正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今世王朝三代世袭将把北韩带向什么方向 北韩的对内对外政策是否会出现转变呢 今天的时事大谈很高兴为您邀请到 前美国驻韩国大使馆的武官 同时也是韩美顾问公司的总裁 张伯伦先生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 和大家一块来探讨这些问题 张伯伦先生同时也是Korea 2010这本书的作者 他探讨了过去这十年来朝鲜半岛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张伯伦先生的英文名字是Paul Chamberlain 他在节目中说的是英语 而您所听到的是彭声传译的声音 在节目进行当中 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电参与现场讨论 美国正因为您提供的免费电话是 10810-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 您可能要先播108-710 再播866-837-5161 此外您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发表您的个人观点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at gmail.com 现场直播 及时扣印 关注国际局势 掌握国内动态 电视广播同步播出 一个直接对话发表意见的平台 全面客观 把握时代脉搏 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 好的 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现场讨论了 张伯伦先生欢迎来到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早上好 我们先从这个北韩大阅兵谈起 星期天北韩举行的历来规模 最大的一次阅兵场面非常的盛大 也首次开放了国际媒体来采访 您认为北韩希望借由这次的阅兵 向全世界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 那当然和纽约市的梅西的百货商店的这样的一种游行是不一样的 那这次阅兵以及相关的一些活动 它的目的呢 是要向世界以及向北韩的民众传达这样的一个讯息 那就是北韩的权力精英 以及北韩的民众欢迎即将进行的权力交接 从金正日转向他的第四个小孩 就是金正恩 我们同时在现场播放的这个画面 就是北韩阅兵的现场的画面 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方阵跟武器 那外国的分析人士也从这个阅兵的画面当中 分析到一些北韩新研发的最新新型武器 包括了一种叫做无水端的中程弹道导弹 不少像这样的新型武器 是不是外界一些军事人士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呢 张伯伦先生 美国的情报界情报人员 当然是非常关注北韩的武器 那么这个无水端的导弹 并不是一个新的导弹 它是基于前苏联的SSN-6的导弹 坦白地讲它其实是旧的技术 那么美国呢 了解这一点也已经有好几年了 那现在去展示这样的武器呢 有点意思 可是它并不是非常新的一种武器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转到另外一把更关注的焦点 就是金正恩最小的 金正恩最小的儿子金正恩 也借由这一次的大阅兵亮相了 等于是向全世界正式的公开见面了 那金正恩过去是比较神秘低调的 大家对他的认识也不多 不过自从他正式被确认接班身份之后 各界陆陆续续对他的传闻有一些出来 有一些蛮有意思的 包括了说他其实很喜欢美国的篮球明星 Michael Jordan 他也喜欢穿很轻松的打扮 T恤牛仔裤等等 那他的出生日期呢 有人认为说是1982年或是1984年 大约就是26、7岁 还不满30岁 那他曾经留学过瑞士 那很多人就是对他的了解并不多 但是有人认为说他因为曾经留学过西方 可能比较熟悉国际观 或者说认同 可以比较认同西方的一些价值 也因此对他成为第三代北韩领导人 有一些期待 不晓得张伯伦先生 您怎么看 我呢 如果听说他对西方的观点会更加同情的话 那我会感到很吃惊 即便是他如果更能够接受或者认同西方价值的话 我也会感到很吃惊 因为他在瑞士上学的时候呢 他其实呢环境是很受保护的区域 所以他并不能够跟那些瑞士人 或者其他的西方人有过多的那种接触 所以他理解说瑞士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国家的学生 做他们所做的一切事 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 他能够有很多理解的话 其实呢并不见得 他应该是很有性很有限的 那他并不会成为一个清西方的一个 韩国的北韩的领袖 那我想请教张伯伦先生 不晓得您所掌握的讯息 究竟金正恩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有没有更多有关于他的消息 还有我们更想知道的是 为什么金正日选择 选他这个最小的儿子来接班 而不是之前大家曾经也传过的 长子金正男呢 我们西方人对于金正恩了解的不多 我们认为自己所了解的那一点点东西呢 也都不一定是正确的 那金正日以前的一个厨师 他说金正恩呢和他父亲很像 喝很多的酒 而且呢非常好强 而且呢也 但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 那金正日为什么选了金正恩呢 那么他不能够选他的这个大女儿 他也不能选这个金正男的儿子 因为他本来呢 他用在2001年用假护照进入日本 那么 那么当着第二个儿子 我们对他了解的不太多 那这小儿子金正恩 他最后的一个选择 那他选他呢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他是最小的 那他有可能应该寿命可能会最长 那可能会能够继续维持 金日成的这个朝代 那么第二点呢 他其实长相跟金日成最像 也有可能是通过掌人 我也不知道是 是不是什么原因才会这样 总之呢他和金日成非常像 而且呢因为民众呢 对于金日成的这个 欢迎程度还是很高 这是我们从他们的这些 叛变的人那里可以得出 所以呢这就是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也有一些分析人士 透过我们看到礼拜天的 这个大阅兵的画面 看到金正恩站在管理台前 他并没有穿军服 虽然说上个月底 他刚刚被货搬了 这个四星大将的一个军阶 不过他穿的是一个 深蓝色的中山装 也有人从这个小细节来推测说 他还没有真正完全的掌军权 或者说整个接班的过程 还在一个过渡 甚至还有人说了 就算他现在被确认接班身份 但是金正日的妹妹金进姬 可能比金正恩更具有 掌握实权的能力 你怎么看金正日的妹妹 在整个权力交接的过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呢 张伯伦先生 金正日的妹妹金进姬呢 很在这个体制当中 当然是很有影响力的 那她呢 她的这个先生 一般来讲呢 认为是 在金正日去世之后呢 她应该是金正恩的这个恩师 所以呢 她呢 所以很有权力 那在这里 你刚才还问第二点是什么呢 说她没有穿军服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显示 在台上 我们看到那个画面 外界做了一些解释 她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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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刚当上大将军 才一个礼拜不到 所以她可能呢 就没有那些真正的将军 所有的 所有的这种军功章什么的 那她 她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 权力的这个交接的时候呢 她并不想穿上一个军装 然后显得和真正的这个将军那样呢 却那个军 军功章很少 她不想这样 那她的这个衣服呢 其实和 金日成穿的这个打扮的是很接近 因为金日成呢 她可以说是超越出了这种军队的 她很少穿军装 那她既然 那她这样做的 也许她就是想表现出这样的一种形象 就在那个北韩举行大阅兵 和这个权力交接的过程进行 而且看到这个金正恩亮相的同时 有一个小插曲发生了 我不晓得你怎么看的 就是北韩前叛逃高官黄长叶 在他在首尔的家中突然死亡了 就发生在10月10号 北韩劳动党党庆65周年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消息传开 有很多的揣测 不过目前根据最近的消息 是她的死亡应该是自然死亡 没有她杀的嫌疑的 不过很多人就开始在 谈这个黄长叶 她生前曾经很严厉的批评 金氏王朝的一些做法 甚至说她如果在死前 没能够看到金氏王朝灭亡 是她最大的遗憾 那我不晓得您从什么观点来看 黄长叶去世这件事情呢 那每个人终有意思 那黄长叶呢 在过去这一年里面 那个我看到她的一些形象 看上去都应该是很